嗨嗨 我是Josh 這集我們來談談今年全大聯盟最強的投手 即將挑戰生涯200勝的V中 Justin Verlander Verlander在2016年重新找回王牌身手 以33歲的年紀 在四項獎票選中排名第二名 那年他的ERA加是140 你知道他去年轉隊到太空人之後 到目前為止的ERA加是多少嗎 一共出賽了17場比賽 ERA加是354 對於這個數字 我除了滿滿的髒話之外 真的想不到其他的評語了 太空人到底是用了什麼巫術 我們都知道 Verlander到太空人之後轉速有上升 但是Verlander本來就是一個 轉速遠優於聯盟平均的投手 所以很難把Verlander的鬼神成績 完全歸咎到轉速上 國外有一篇文章提到一個觀點 其實太空人有微調Verlander的投球機制 他的放球點在來到太空人之後 有變高的跡象 這張圖是Verlander生涯放球點高度的變化 可以發現去年拿到太空人之後 有明顯的上升 Verlander前幾年的投球姿勢 變得比較接近四分之三 太空人把它改回了高壓的出手點 這張圖是2017年5月Verlander所有球路的出手點 現在這張是今年5月的出手點 可以看得出微妙的差別 但是放球點拉高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他能夠增加變化球的縱向位移量 這張圖是Verlander生涯四封線 滑球跟曲球的縱向位移量 Verlander今年四封線跟滑球的縱向位移差距 是2012年以來最大的 同時他的四封線跟曲球的縱向位移差距 也是2012年以來最大的 接下來這張圖是去年5月Verlander各種球路的位移量分布 請大家注意看紅色這塊 也就是四封線的位移量分布 現在我們看今年5月的圖 四封線的位移量明顯變得很集中 我們可以說現在Verlander的四封線品質更穩定了 去年由於出手點較低 有時候他的四封線會跑得有一點二封線的味道 如果把這種品質較差的四封線丟在高的位置 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不過今年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Verlander生涯各球種好球率的變化 這個好球率不是比賽中的實際好球率 而是透過系統去統計 每一顆球是不是真的通過好球帶 所以跟達者有沒有揮棒無關 我們發現Verlander今年四封線的好球率大幅上升 代表他對他的四封線非常有自信 一支很積極的進攻好球帶 高轉速加上高球速 拉高放球點之後又提升了四封線品質的穩定性 讓Verlander根本不怕你打 直接大膽的往好球帶塞 因為有一顆這麼適合搶好球速的四封線 Verlander更可以大量的把滑球跟曲球 當成引誘球來丟 他今年滑球跟曲球的好球率 雙雙跌破40% 但是他今年的BB9還比生涯平均來的低 也就是說他變化球的控球沒有出問題 他只是沒有必要把變化球投進好球帶而已 另外Verlander過去除了這三個球路之外 還有一顆變速球 可是來到太空人之後 他幾乎捨棄掉了這個球種 以前最高有接近20%的使用率 今年只剩下1.8% Verlander已經35歲了 很多球員到了這個年紀 為了要繼續在聯盟中生存 都會試著做些改變或調整 要像Verlander這樣還能屠殺整個聯盟的 並不是沒有 但是要能載制整個聯盟 同時又能載制Cat Upton的 肯定只有他一個 我是Josh Verlander使用毀滅的噴射白光 我們下次見 掰掰